从104年起,农镇单位补助农民架设电维网 防止猴子等野生动物破坏农作 但是去年瑞穗乡发生一起民众误触农地电维网送命的事件 部分农民也感到忧心 而目前县府以及领馆处也积极加强宣导 也让今年的电维网补助意愿增加到了一半 为了解决农民辛勤栽种管理的农作物 频频遭到猴子等野生动物的破坏 农镇单位从104年起 推动补助农民架设电维网和租房制 成效作主 为了让农民充分了解整个补岛补助计划 以及落实野生动物生态保护 县政府农业处今天也分别在南区复理 瑞穗两乡镇办理宣导说明会 农民十分踊跃 专注聆听 以降低农民与野生动物的冲突 可能我们资格还不是很符合 我们再衡量看看 那可能自己装这样 他写林地林地我要回去看 搞不好我身份不符 这应该不会吧 这听他讲是很安全 然而农民在农地加设电维网 除了有效嚇阻野生动物入侵 近年来也发生民众误触电维网 送命的零星个案 农政单位高度重视 深入探究厘清真正原因 也积极地加强宣导 提供农民电维网的安全性 设完之后 你要去看一下你的房电 有没有异常 那你就是第一个 要去看你的电幕器 然后用高电压检测器去检查 你的电线上是不是房电正常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新闻上法官提醒的 就是建议是放一个警示牌 那你假如是设DIS电维网 是房山株的部分 建议就是要放个警示灯 然后来保护自己 也保护可能路过的民众 国立县政府和领馆处合作 从108年起 更进推动电维网补助作业 农民反应热烈 今年度总共编列 120万元补助经费 目前申办农民就有一半以上 现在无农业处也在此呼吁农民 确实做好相关几时标志设施 以及相关的维护管理 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 也能进一步维护建构一个安全的农作环境 记者十一遇蓝瑞翠采访报道